中国近期一连串监管行动搞得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人心惶惶 不过知情人士表示中国证券管理机构28号晚间对券商们表示 只要符合上市要求中国将持续允许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而这段话等于也向中国企业派发定心丸 综合媒体报导CNBC指出中国过去几个礼拜的监管行动 加剧投资人对北京试图阻止外资流露的忧心 不过消息人士援引中国监管机构指出 跨境上市可以透过可变利益实体的结构来进行 允许国际投资人在美国获取中国公司的股份 可变利益实体指的是通过中国法律项目之下的合同安排 使得境外投资公司在没有直接股权关系的情况之下 可以控制国内公司的盈运 由于按照国际会计准则 在国内公司的财务数据并入境外投资公司的财务报告 中国监管机构坦承这种结构是企业吸引外资的重要方式 但是如果存在国家安全就必须进行调整 23号流传出的一份政策文件显示 中国要求补教机构转型成为非盈利组织 导致中概补教股在香港以及美国出现双位数的暴跌 短短5个月市值蒸发7690亿美金 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两天之内跌幅超过15% 也创在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的最大跌幅 而针对该如何解读中国政府一系列的重磅 来打击自己国家公司的政策 分析人士众说纷纭 不过其中不乏认为这其实是忍战信号 或许中国即将跟美国有某种强硬的摊牌 或许双边关系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的看法 英国前资深驻华外交官盖斯德认为 有鉴于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最终期限迫近 中美之间有200多家在美国上市的企业 是否退市或是如何退市的争执 必将掀起一场最大的对撞导致巨大危机 被视为中国老牌战狼的新任驻美大使秦刚 已经在29号清晨抵达美国 成为第11任中国驻美大使 并且首都透过媒体对外发表谈话 他强调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 分析认为被视为中国战狼外交官之一的秦刚 担任驻美大使 未来可能会向美国传递更强硬的信息 综合媒体报导 秦刚27号上午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 飞步美国准备担任驻美大使 29号凌晨4点左右 秦刚在个人推特发文表示自己已经抵达美国 随后他也向中国跟美国的媒体发表谈话 他表示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 是两国人民跟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秦刚提到美国前国卿基辛格50年前秘密访问中国的历史 他强调中美双边不必再回到过去 互相秘密探访的情况 他说中美关系的大门现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起来 秦刚现年55岁被视为鹰派的秦刚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信 而作为大使 秦刚即将面对越来越棘手 而且政治关系紧张的中美关系 接下来他可能会展现出一连串的强硬态度 秦刚在中国外交系统任职超过30年 期间曾经两度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也曾经三度派驻英国 而曾1980年代以来的历任中国驻华盛顿大使不同 秦刚是第一位缺乏大使经验 而且缺乏美国经验的驻美大使 不过秦刚似乎赢得习近平的信任 经常陪同他出访会晤国际领导人 而在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期间 秦刚也多次跟外国媒体们言语交锋 被视为是中国战狼外交官的代表人物之一 今年2月份 德国媒体也曾经提问 中国是否实行战狼外交 秦刚正面回应表示 有人说中国搞战狼外交 但有些国家对中国进行毫无根据 毫无底线的抹黑敌讳 他们恐怕不能用战狼来形容 简直就是恶狼 而对于新疆人权议题 他也曾经痛批 这是国际上面一些反华势力 为遏制中国发展来编造的谎言 美国白宫表示 检察官肯德勒将被任命为 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长 是商务部控制对中国出口的一个关键职位 任命是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 而且了解美国商务部 从2018年起诉华为 肯德勒就是当时负责起诉的律师之一 撑合媒体报导 白宫28号宣布 原本在美国司法部 国安司反情报跟出口管制科的检察官肯德勒 曾被提名为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长 目前这项提名还是要获得参议院的确认 而最了解在2014年加入美国司法部之前 肯德勒曾经在商务部工业际安全局担任首席法律顾问 而在此之前 他是一家私人职业的贸易律师 从2019年开始 美国商务部一直限制对中国华为的公司清授 华为付出公司也被列入美国贸易的黑名单 肯德勒是美国司法部 国家安全局 反情报部跟出口管制部门的出庭律师 是负责备受瞩目的孟晚舟案件的刑事律师之一 孟晚舟被捕的案件使得美国加拿大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肯德勒预计将在前美国国安部资深官员艾斯特维兹手下工作 艾斯特维兹本月也被提名为商务部工业际安全局次长 也是美中科技战之中的可行职位 主理包含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禁止科技商品出口的实体清单 据了解艾斯特维兹任职美国国防部30年 是有国防全球供应管理经验的前美国国防部官员 2018年以来 美国前总统川普当局透过立法改革等行动 将工业与安全局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发展为制裁中国的政策工具 而从拜登上任之后 外界原本预期有两大热门人选 不过最终却是第三个人选艾斯特维兹获得提名 艾斯特维兹曾经主管国防采购、科技跟物流管理 对科技产品以及其供应链的军事重要性有深刻理解 这跟以往工业与安全局收到的背景都不一样 这项提名显示出拜登延续川普政策 将出口管制视为对华科技战的主要工具 并且将专注在跟军事相关的层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8号在科威特 会无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 表达美国支持世卫组织 前进中国进行第二阶段新冠病毒起源调查 包含这次针对武汉实验室展开深入调查 综合媒体报导 布林肯近期出访印度跟科威特 28号在科威特当地跟坦德塞会面 讨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 布林肯跟坦德塞针对持续改革世界卫生组织 以及加强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准备跟层面相应能力的议题进行讨论 布林肯也冲申美国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第二阶段的新冠病毒溯源计划 包含在中国境内展开调查病毒的来源 以更好了解以及防止未来疫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声明之中指出 布林肯强调下个阶段的调查应该更加及时 以证据作为基础 透明化并且由专家领导不受到外界干预 而会以后布林肯也在推特发文表示 美国支持世卫组织进一步调查疫情起源的计划 包含针对中国的调查 以更了解这次全球大流行预防未来的类似事件 新冠肺炎在2019年底发生在中国武汉 不过世卫组织一直在疫情扩散全球一年多之后 才终于在今年1月派遣独立的国际专家小组前进中国 并且进行调查 而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外泄的想法 原本一直被认为是右翼的阴谋 但是如今越来越多专家跟情报单位认为有此可能性 本月中旬谭德赛也表示 新冠病毒溯源调查的第二阶段 应该包含在中国进一步研究跟实验室的审核 并且强调不能把实验室泄漏病毒的可能性排除在外 谭德赛批评中国没有分享新冠病毒溯源第一阶段 所需要的原事数据 敦促中国针对第二阶段调查给予更多配合 并且增加透明度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随后通批 宣誓泄漏是极不可能的事情 还说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中国卫健委副主任曾义欣也说 中国不接受世卫组织提出的 新冠溯源计划第二阶段调查任务 白宫反而批评中国的欣慰是不负责任 本月27号欧盟创新研究文化教育跟青年委员会 与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的科技部门跟官员过问们发表联合声明 同样支持是为组织牵头展开新冠病毒溯源第二阶段的调查 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则同样以反对将疫情污名化 病毒标签化溯源政治化为由 认为中国方面必须拒绝相关调查 东京奥运赛事持续进行之中 在27号进行了羽球女双比赛之中 中国羽球组合陈清晨、蒋一帆 击败了韩国的金兆映跟孔熙龙 不过陈清晨在对战过程之中一度情绪激动 疑似不断爆粗口 引起网友乐意 日本网友直批陈清晨没有礼貌 中国小粉红则大赞好优美的中国话 也有中国网友嘲讽国骂推广出国门了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羽球女双组合陈清晨跟贾亦凡 在27号的16强比赛之中 对阵韩国组合金兆映跟孔熙龙 而第一局的时候 韩国选手会在发球或是接球的时候 喊神黑来助长自己的气势 也因此取得一分领先 第二局开始 中国选手陈清晨决定反击 开始时务时大喊我操 杀球的时候是会标出我去你的 结果还顺利逆转赛局 击败韩国队晋级八强 而这段比赛影片也引起网友乐意 相关讨论还登上微博勒搜 不过中国网友竟然一面倒地支持陈清晨 许多中国小粉红力赞陈清晨 表示我就是双标 中国这样喊我一点都不觉得烦 还觉得挺可爱挺好玩的 要是对面这样喊我估计就要烦死了 还会说他们有没有素质啊 有没有比赛精神 而这则留言竟然还获得 一万三千多个赞 还有网友表示 一声声国骂 这是中国欲求女双胜利的凯歌 还有人说我们的国税 在他乡得到极致的发扬 赛场上听到脏话 听起来好酷 甚至还表示这是优美的中国话 不过也有少数中国网友觉得非常丢脸 还有学者感叹 中国这个病态的国家体制 到底给了选手多大压力 导致身受如此失控 不过也有网友理性解释 陈清澄应该是在喊 watch out 陈清澄凌晨透过微博发文表示 自己大声喊叫的原因 其实是对自己应酬气势上面的鼓励 没想到可能只是发音不太好 才让大家误会 他也说谢谢大家的支持 他将会持续调整自己的发音 持续全力以赴 不过也有许多中国网友 在下面留言表示 很好听不用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